5月15日,香港独立监督警察处理投诉委员会公布涉及修理风波中警察行动的专题审视报告 希望通过事实铺成数月的宏观场景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令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报告中文版长于千页,分为四册,共16个章节 概述自2019年6月至今年3月的示威活动,以及相应的警察行动 应就公众关注的721事件、831事件警察处理公众活动的武力使用 警员身份识别等问题单独成章,作出事实铺陈及审视,报告共提出52项建议 因为这么多个月发生了很多的公共的示威事件 当然警察和民两方面都有他们的冲突在里面 因此我们先将这个场景讲得清清楚楚,尽量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知道当时这个大场景的时候 我们去处理个别的投诉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和更广阔的一个比较 使我们去明白那个情况 报告认为721事件中警方错失处理及声明事件的良机 而831事件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警方在太子站杀人并掩盖事实 报告还观察到,在整个大型公众活动中,警务人员的枪械使用方面保持克制 认为在数月的大型公众活动中,街头极端暴力行为及警务人员被袭的场面并不少见 在紧急的情况下,警务人员有充分理由使用枪械以保护自己及同袍的人身安全 以及平息骚动或暴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